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的条件下尽量以豆油 菜籽油 玉米油 茶油作为食用油 那年过40岁呢 即使血脂没有异常 也应该避免经常食用过多动物性脂肪和胆固醇较高的食物 比如动物内脏等等 第二呢就是要坚持锻炼 规律生活 那散步 骑车 游泳和慢跑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定期运动不仅可以提高血液中好胆固醇的水平 还会释放对血管有益的物质 改善新陈代谢和血管老化 第三呢就是心情愉悦 每晚要睡够 保持7到8小时充足的睡眠时间 睡得太多或者太少 都不利于血管的健康 生气的时候人体会分泌一种叫RX粉胺的物质 刺激血管长出斑块 过激的情绪呢 还会导致已有的斑块破裂 形成血栓 甚至导致急性心梗 那第四呢 就是戒烟 陷酒 那烟草中的尼古丁和胶油呢 会刺激血管 造成血管内膜增生 肥厚 弹性降低 进而形成血栓 使血管枪闭塞 那么一项研究指出呢 长期危险饮酒的心血管意外发生率为19.23% 那非长期过量饮酒的人呢 他极少发生心血管意外 那第五呢 就是要定期查查血管 高危人群和没有症状的65岁以上的人群 应该每年做一次血管筛查 比如动脉超生或者血管造影 如果已经出现了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 高血止症等等 应该缩短筛查的时间 如果突发胸闷 胸痛 间歇性薄形 双臂的血压差一大 眼前发黑等等情况 一定要及时就医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